之前是这样,因为我是在雪北里面工作 然后知道他们有一天有说到有这个program 然后可以让我们员工里面可以就是考虑参与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决定加入了 然后再加上是因为在MCO的时候有遇到一些情况 然后就知道快递是现在的趋势这样子 所以就选择加入咯这样 我觉得心态上变化的东西最多的就是现在会真的很忙 因为很多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做 可是因为如果是在雪北工作的话 就是一些常规的工作就是一些paperwall 但是出来就不一样 无论是经营一些员工啊 还是自己的生意啊还是包裹 然后面对顾客服务顾客都是另外一个学问这样子 其实我跟我那个中学朋友的那个故事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做美容 从事美容行业的 然后之后因为MCO的情况之下 就是变成他们是不能够去营业的 所以变成我就介绍他进来 G&T跟我一起工作从事内在行政的那个工作职位上 然后在之后就是我选择了加盟之后 就是邀请他来跟我一起到我的店 一起就是一起做然后就是一起干这样子 我们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就是好像顾客有要求我们 就是他们他们有时候没有key单 就是我们帮他key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 我们有去pick up之余 然后过我们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就是每一次我放工了之后 我就会去拉数据 我就会把这个数据拉出来 然后就是变成一个Excel 然后再发给顾客看 然后就是确保他的每个订单的那个地址 然后过他的顾客名字 还是那些资料价钱全部都是正确的 暂时的计划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先以顾客为主 然后尽量满足我们顾客 然后把服务提升了 过后慢慢再吸引更多的顾客 然后过后我们再做得更好 就是主要现在我们先把我们的那个服务做好 然后提升我们的那个质量 然后再看之后如果GNT有别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合作的话 就是我们在考虑是否可以一起再去做更多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